欢迎继续收听《斗破苍穹》第1107集 望着那空荡了许多的天空 那白袍男子俊美的脸庞这才浮现一抹笑容 他手掌一挥 下面的岩浆海域便冲出十道岩浆柱 旋即岩浆柱暴力而开 十道身着乳白色火甲的人影 出现在白袍男子的周身 望着这十道眼神空洞的人影 硝烟顿时吸了一口凉气 居然都是斗圣强者 这十道人影显然都是火奴 但让这硝烟震惊的是 这些家伙无一例外都是达到了斗圣的层次 其中最强的一道火奴居然拥有着三星斗圣后期的实力 面对着净联妖火这一等大手笔 在场的人都微微一致 就连那魂殿的店主眉头都微微紧皱 白袍男子微笑看着众人 每一次我撕裂封印都会有不少自恃甚高的家伙闯进来 但可惜最后他们都成了我最听话的火奴 这一次我的收藏注定又要丰盛许多了 魂殿店主的目光紧紧盯着远处的阵容 一名实力接近六星的斗圣 十名处于一星和三星之间的斗圣 这等阵容就算是魂殿都拿不出来 魂殿店主的目光最先望向萧炎等人所在的方向 各位 不管我们彼此间有什么恩怨 不过这一次 若是想活命并且击溃静年妖火 那便是必须联手了 听到他的话 那边的紫盐和古南海 是此处实力拔尖的人 他们若是不肯联手 那事情就变得麻烦许多 听到魂殿店主的话 不少强者目光都有些闪烁 魂殿的凶名太盛 谁都没曾想过要跟这些家伙联手 见到众人沉默魂殿店主并不意外 淡淡地说 抓紧时间考虑吧 当然谁若是有信心单独收拾静年妖火 我保证绝不插手 盐族那位火药长老迟疑了一下 终于第一个开口 虽然魂殿臭名远扬 但你说的有些道理 这精年妖火看来并不想让我们轻易离开 现在的情势必须如此了 见到盐族点头同意 药族 雷族 以及十族的长老在沉吟一会儿都点了点头 见到那最后依旧把目光投过来的魂殿店主 勋儿轻声说道 我们怎么办 与魂殿合作无疑是鱼虎谋皮啊 萧炎抬起头来 视线和魂殿店主对视片刻 宣吉微微一笑说 就如店主所言 我们先行合作 解决静年妖火 这里答应联手的 谁不是对静年妖火抱着战友的心态呢 但不管怎么样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 先打败静年妖火 因为只有打败了他 他们才有生路 同样的也才有机会争夺妖火本源 此番合作自然是心怀鬼胎 见到萧炎答应得如此爽快 那魂殿店主微微一睁 深深的看了前者一眼 玄机淡笑道 哈哈哈哈 果然够豪气 既然如此 实力达到四星斗圣以上的朋友 我们一同出手 解决妖火 而至于其他的火奴嘛 或许就得请其他人出手了 萧炎微微一笑 其他的火奴就交给我们吧 说吧 他对着紫炎和古南海轻声说道 因为待会联手对付静美妖火事要多加小心 尽量不要出十分力 免得遭人暗算 紫炎和古南海都点了点头啊 他们也并非是寻常人物 自然知道此时的情况 跟魂殿这些家伙联手抗敌 若是不小心紧身一点 恐怕就会被他们坑得连渣都不省 萧尘 我并不能参加对静美妖火的围攻 我一旦靠近他周身 你的这封印也会失去效果 而我 将会被他彻底控制 萧尘先祖 你不用出手 凡事都留个心眼 萧炎微笑着 他可不放心魂殿那些家伙呀 虽说魂殿殿主会参加战斗 但那副殿主 以及让他感到有些危险的魂风 却依旧充满着危险 他必须时刻警惕这两个家伙 对于萧炎所说 萧尘也默默点了点头 他为人不喜欢多说话 当年自从被静美妖火捕获之后 他便一直陷入对方的幻境中 而且难以自拔 若不是遇到萧炎解救 他迟早啊 也会被静美妖火运输的侵蚀神志 最后如同那寻常火奴一般 任由静美妖火控制 上千年的幻境存活 倒是让个萧尘 以往那喜怒无常的性子 变得孤寂了许多 特别是这种孤寂 在听着萧炎所说 萧族落败之后 变得越发浓郁 毕竟 他已经不算是这个时代的人了 在萧族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却没能出半点的力 萧炎冲着萧尘拱了拱手 秦族 麻烦他 萧尘强悍的实力 显然是毋庸置疑的 连紫炎和古南海联手 都未能从他手中讨的什么好处 他的实力要真算起来 恐怕应该算是 除了静美妖火外最强的人 而且 而且再加上他的气息古怪 若不是特意施展斗气 恐怕就算是魂店店主 都无法察觉到 这位面色有些麻木的男子 会拥有那般可怕的实力 而这个其他人都未知的角色 会成为萧炎等人一个 颇为不小的保护屏障 萧尘缓缓摇头 目光看向萧炎年轻的脸孔 你是 如今萧祖唯一一位 拥有血脉之力的族人 放心吧 我会尽全力保护你 望着 这拥有着相同血脉的后背 萧炎有些麻木的脸庞上 首次浮现了一抹 有些柔和的笑容 你这等天赋 比起我来 不知墙上多少 萧祖有你 真心有望啊 我当年做过鲁莽事太多 也给族人带去不少的麻烦 如今老天给了我这么个机会 我会把我的一切献给萧祖 即便是这条命 萧炎默然 对着萧尘恭敬的一抱拳 这才转过目光 视线飞快的在半空中扫过 在场的强者实力 达到四星斗圣以上的 足足有着八位 不过由于萧尘并不能参战 因此会有着七人 联手对付静怜妖火 这一等阵容已是相当可怕 就算是面对着静怜妖火 这等恐怖的实力 也拥有着不小的胜算 在萧炎心中盘算着胜率的时候 那魂变变主啊 却是率先踏着居空 身形一颤之下 就出现在了静怜妖火 百丈范围之内 其余强者都在此刻施展身形 形成一个圈 把静怜妖火 包于其中 七位四星斗圣 光是那等声势就足以 当得起惊世骇俗 这四个字啊 七人联手 那等威力当真是天地色变 周围的其他人 见到天空上这般阵仗 面色凝重对视一眼 皆不约而同的迅速后退 这等惊天大战 他们可插不上什么手 在众人后退之时 那站立于岩浆柱上的 静怜妖火微微一笑 韵眉的脸庞 缓缓掀起一抹妖异的笑容 真是令人怀念的一幕啊 火妖极 静怜妖火 手掌对着下方 无边的岩浆海域轻轻一握 只见那岩浆海域 便距离的翻腾起来 旋即一道通体森白的巨大火焰长脊 猛得自其中暴射而出 一闪之下便出现在 妖火的手里 我被封印在此数千年 今日谁若阻我 就死吧 伴随着最后一个字音 猛得从静怜妖火嘴里传出 他骤然抬头 嘴巴一张 一道足有 数百丈庞大的 妖火巨浪 陡然烹射而出 那般恐怖的温度 连魂殿的店主等人面色 都有些变化 一起出手 魂殿店主目光 微微的闪烁 铺天盖地的黑气啊 从他体内涌了出来 然后如同滚滚乌云般 和那火焰巨浪 冲击在一起 然而在接触的一瞬间呢 黑雾乌云 就直接溃散了 火焰巨浪分化而开 化作七道庞大的火柱 狠狠对着欺人暴虑而去 见到静怜妖火一出手 就是这种威势 就算是紫妍等人 都不敢有所怠慢 体内斗气急忙涌动 一道道威力惊人的斗技 破空而出 天空上的爆炸呀 就如同那最为绚丽的烟花一般 然而在那种绚丽之下 却隐藏着毁灭般的力量 天空之上烟花爆裂 七道身影都是登登登爆退 药族的药碗龟以及十足一位长老 衣衫都被烧毁了一半 看上去颇为狼狈 看这模样啊 显然七人连手 都未曾在静怜妖火手里 讨到丝毫的好处 一朝得事啊 那静怜妖火俊美的脸庞浮现出一抹冰冷的笑容 大背手 身体悬浮天空 右手突然对着下方 岩石海域一抓 只见得下方的岩江海域陡然爆炸而开 一只足有 神仗庞大的岩江巨手 破海而出 带着惊人的炙热 一个闪烁下就出现在紫岩等人的上空 一巴掌啊 对他们拍了下去 岩江巨手的速度颇为惊人 一巴掌刚刚落下 还不带着众人反击 就如同拍苍蝇似的 把七个人狠狠拍了几下 最后扑通一声啊 射进了下方的岩江柱中 蝼蚁般的东西 硝烟等人望着这一幕 脸庞上亥然之一 越发浓郁 七位实力达到 四星斗胜的强者联手 却在尽量摇火手里如此的狼狈 虽说后者有着地利的优势吧 但这压倒性的攻击 也太过凶狠了一点 岩江海面爆炸而开 几道狼狈的身影 再度冲出 最后悬浮于半空之中 面色都有些清白交替 在中周上 他们这些人呢 都是顶尖般的强者 什么时候被打成这个熊样 魂殿殿殿主面色阴冷的喝了一声 各位 再藏私下去 恐怕就没机会出手了 没错 再这么下去了 那恐怕就得折损几人了 听到他的话 其余六人眉头微微一皱 先前被静连妖火两次猛轰 各自体内都出现了伤势 特别是那妖火的残境 竟然以他们的实力 一时半会儿都无法驱逐 只能先打败静连妖火再说了 众人心中掠过这道念头 面色缓缓凝重 欺人悬浮于静连妖火的周身 本旧浩瀚的气息迅速暴涨 紫言交去一晃啊 龙吟之声响彻空间 足有千丈庞大的龙皇本体 直接被他变换出来 巨大的凤凰之翼轻轻震动 在这片天际 刮起阵阵灼热般的龙卷风 恐怖的威压 也是降临而下 魂殿殿主望着紫言 这般变换本体也是一梦 这是太师古龙 怎么会是这一种模样呢 片刻之后啊 他赶紧甩去心中的疑惑 这会儿不是想这事儿的时候了 他手印急速变动 一股连天地都未知震撼的浩瀚斗气 从他体内弥漫出来 这个时候 他似乎也要开始施展 所有的力量了 在紫言和魂殿殿主爆发的时候 其余五味都一咬银牙 再也不敢有所保留 体内斗气疯狂的运转 一时间这片天地狂风大作 乌云密布 雷霆震震 甚至 连那下方的岩浆海域都疯狂地咆哮起来 掀起了数百丈的 岩浆巨浪 七位四星斗圣终于施展出 他们最强的力量 感受到众人突然间增强了数倍的气息 那静连妖火 眉头一挑 一声冷笑 这才有点意思 火奴 杀了其他人 有这些火奴足够了 静连妖火的目光微挑 望向远处硝烟等人 俊梅脸庞上浮现一抹森然的笑容 静连妖火此话一落 那一直悬浮于天空上 动也不动的 石道斗圣火奴 猛地睁开双眼 空洞的眼瞳中 窜出两团乳白色妖艺的火焰来 他们身形一动 就毫不犹豫地对着硝烟等人掠去 一时间 这片天地 腥风血雨 望着那些暴力而来的斗圣火奴 硝烟脸庞涌上一抹凝重 他一声轻贺 各位退 身形率先急速地暴退 虽说他们这点斗圣强者也不少 但这种时候 他可不会大无畏地冲上去 和这些不知道疼痛和疲倦的火奴 尽数党悬泪 进到硝烟后退了 一旁的君儿等人都连忙跟上 他们并没有往人多的地方凑 而是独自地寻了一处开阔的地方 魂殿副殿主一声冷笑 区区一些火奴 也敢妄言收拾本殿 他倒没有显得什么慌乱 以他三星斗圣后期的实力 足以傲视这些实力最强的火奴 因此对于那十位火奴 他倒是一点都不担心 魂风淡淡地说 副殿主不用主动出手 若是有火奴自己凑上来就动手 若是没有的话 咱俩就看戏吧 也好 魂殿副殿主阴森怪笑一声 目光不怀好意地 看了看硝烟等人的方向 目光闪烁 也不知道 他在想着什么 感谢各位听友朋友们 一直热心地支持 桑子播讲的豆魄苍穹 欢迎添加桑子的个人微信号 MAGI626 我们一同畅聊豆魄 一起体会 书中之旅 下期再会